11幾年啊 15嗎 14 應該是11 我們當時某一次戀團 然後我就接到了一個月女打來的電話 因為當時有一個我們很喜歡我們的一個弟弟 嘉義的弟弟連18歲都還不到 他超級愛我們 超級超級愛 但他其實長期受到憂鬱症的 憂鬱症之苦 最後選擇了親身離開這個世界 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講是一個極大的震撼 當時覺得我們樂團不會就只是在台上演出表演 台下很爽這樣 我覺得好像就是我們這個樂團的使命感的感覺 可是當我接到那一通電話開始 我有很沉重的心情告訴我們團員 那小哥還哭了 我還記得 然後大家都面身領衝說這個團還要再練吧 要先休息這樣 那我覺得那一刻我們這個樂團被改變了 我們從那一刻開始了解到說 喔 有這樣子的孩子會喜歡我 我們想要寫他的故事 我們想要唱他的故事 我們想要做梗 所以我們開始創作了黑地兒那首 這首歌就是紀念那個孩子 如果大家有看那首歌的MV 那首歌的MV最後結束小小的 在畫面下面小小的有一個日期 對 那個日期就是那個孩子離開的那一天 所以我當時跟導演說 我要把這個日期放在片裡 到底幫我放不去 然後我又忘不了當時他過世的時候 我知道他告別式的日子 我當時想說我要不要去 我要不要去 我要不要去 我一直到前一天我都還在猶豫想說 我去幹嘛 我為什麼要去 但當天我還是決定衝 我就馬上開車衝下去 結果一到告別式結束了 吵了吵 我就啊 我到底要下去幹嘛 告別式結束了 連家長都回家的那個狀態這樣 就因為我記錯日期的這樣子 會不會記錯時間 記錯時間 就看我們到 但他們是覺得很傲的 但總之黑地兒這首歌發行 開始很多人透過這首歌 跟我們說很多他們內心的故事 對 把他們內心的話跟我們講 告訴我們說這首歌給他很大的力量 但我們又會覺得就是說 好像不能只是這個樣子 不能只是這樣就滿足了嗎 所以我們就小論 我們就寫了一首歌叫 每當唱這首歌的時候 這首歌算是黑地兒的延伸 對 是希望就是說不只是紀念 其實我們應該要帶有這個力量 帶著許多人繼續往前走 所以每當唱這首歌就因此誕生 那也隨時有歌誕生 我們的粉絲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喜歡我們 越來越多人 傳很多他的內心話給我們 我們收到越來越多這方面的訊息 對 每次收到我都會截圖傳給大家 這樣子 那 就覺得 完了我們團好像回不去了 張老師樂團 對 張老師樂團 這邊有兩位張老師 然後姓張跟 對 頂頂來就三位 張老師 三個都姓張的 對 我們樂團 五分之三姓張 怎麼那麼激烈啊 明明自動 明明自動 對 好 那 有了美當 有了黑立兒 有了一個人喜歡我們 於是 順著這個 隨波族流下去 光圈這首歌就單純 我覺得這首歌是 徹徹鼎鼎改變VSCO 的一首歌 我們因為這首歌 被超級多人看見 被超級多人聽見 超級多人喜歡我 從那一刻開始 我們的演出會有大合唱 然後那一刻開始很多人 會說這是我人生中最喜歡的一首歌 跑來跟我們講這些話 有人還傳訊息說 如果我一天從這世界上離開了 我的告別是可以放光圈這首歌嗎 我就 可以啦 你聽得到嗎 不是不行啊 給你放 給你放 對 對 那 但我覺得真的是 太好了 太好了 張老師 我常常寫出光圈真的太好了 真的 而且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 怕大家有過度期待 今天沒有要唱光圈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一把呼籍他好齊 我彈不出來 我們 我們唱得太忙了 對 可以唱啊 對 對 對 怎麼想啊 嗯 嗯 嗯 什麼 不是 不行這樣 下次以後我們表演 抬一下全部的人 嗯 嗯 不妙欸 你危險 對 OK啦 我唱那個點選 他帶有個遊戲 喔 欸對耶 都要結他遊戲 為什麼不能出點選 等一下傳訊息給點點開 我幫我一下 太聽上單了 對 太聽上單 好啦 光圈的小故事就是 我們一直超級猶豫 光圈這首歌最後不是轉成三拍 然後還有香香的吼槍 我們當時超級猶豫要不要放這一段 我永遠忘記不了曹亮那麼疑惑 我覺得 這樣這一段放在那邊好像變成另外一首歌 好像有點怪是不是不要 對 對 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但是 我們還是堅持下來 用這種方式呈現 所以光圈就現在大家看到一樣 那光圈還有一個秘密就是說 本來沒有那個吉他收了 本來沒有 本來沒有 本來是別的東西 那 當時製作人說 我覺得 不好 我覺得 要壞 然後 我就說 好那我來變收了 然後我永遠 那一年剛好是過年 某一年過年 就看到我一直在 電腦前面一直在編收了 所以那首歌是 在過年的時候 可是在吉他收藥是過年的時候編出來的 所以有那個 過年 過年 沒有嗎 我把你這樣講 有沒有 女人手啊 好看見出來 可能說你沒辦法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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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以後 就唱這首歌的演出 後面的VJ 就是那種 對 不然是解憶 這個就有人會穿 外面才是 演員 救你啊 講那麼多 然後 然後拿這個春臉 嘿 沒有 沒有 不能破壞這首歌的意境 不行 沒有注意到啊 至少有歌 目前只有香香跟Pisco合作 這首歌 你們這首歌還沒有跟別人的 吹息 話題結束 對不起 話題結束 對 好 總之就是 有光圈這首歌真的太棒了 那 小朋友寫了 可以可以 我真的超感動 就是好像一直把這份情緒 一直演喻下去 然後也跟大家講可以可以 會收到我們的新章籍 然後我們已經錄完九首歌 然後還差一首 快結束了 我們會努力 趙小朋友加油 功難給 可以的 你拖到台 好 然後 還沒結束已經開始頒獎了 沒有 想說講到風圈剛好 希望你回看 欸 這好棒喔 希望你們看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這MV的故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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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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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 欸 找一個屁股 那我的手機要落實這樣 真的假的 嗯 哇 可以嗎 可以嗎 不要用啤酒 不要用擺 不要用擺理程 不要用擺理程 這首就是那個公圈的十個小秘密 第四個 哈哈 沒有啊 這首歌本來 我們當時沒有抱持太多的期望 所以那首歌的剛開始是只有一個歌詞MV 就是因為我們對這首歌本來沒有抱持太多的希望 就想說這首歌應該是還不錯 有人喜歡 那就這樣吧 然後你就說 哎呀 這首歌應該是蠻多的喜歡的啦 沒有蠻多的喜歡 好聰明喔 祭司的十個技能 用杯子 撐 撐牌子 好 沒有 就是當時沒有抱持太多期望 所以我就只做了一個歌詞MV 然後放一張我們在台南報酬場拍的帥照片 現在想起來根本沒有觀點性啊 台南報酬場 到底跟那種什麼觀點 那首歌歌詞MV的字是 小任媽媽寫的 對 第四口的光缺十個小秘密 第四口的光缺十個小秘密 然後第五個小秘密是 這首歌上市之後 很受歡迎 然後我們自己都嚇到 當時在那個streetboard上 啪啪啪了七個禮拜 再也沒有此成績了 對 對 那很開心這首歌被這麼多人喜歡 然後大概是過了一年多兩年 一年多 有一群妹妹 那天某一所大台所學校的 實踐嗎 完了 某一個動畫系的學生們 一群跑來說 我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可以為這首歌製作MV嗎 他們想做動畫MV當他們畢製的作品 然後我就說 好給你們做 他說但製作其實一年沒關係嗎 我說一年 好給你做 對 這首歌的光圈如果打Pisco光圈 你就會發現有一首動畫MV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那群設計系 動畫系的小朋友 那是他們畢業製作的作品 對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看 所以大家如果 也可以去幫忙得家一點點 又欲這樣 其實我現在有罪惡感 就是每次表演 如果沒有唱光圈就會有罪惡感 那天啊 睜開雙眼 雖屎神經 雖屎神經 是說不在 失眠 因為不唱Crew 或者是 目前要講台灣樂版大家可能比較了解 例如 潮東不唱 沒有 潮東會唱 他會唱 我想一下誰不唱 例如 因為我其實很久沒有唱《道路天光》 或者是 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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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拳星期沒有唱那個 《愛妮之光》 都是光派我怕會講錯誤 那種 之類的這樣 所以害我有時候都有罪惡感 我們昨天表演來 就有一個朋友說 今天沒有唱《光圈》 他前一天在線動場的時候 大家要給Pisco一個機會 然後放上《光圈》的歌詞 沒有 明天沒有 那我還是分享的 請大家給朋友 以後還是會唱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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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常唱啊 還蠻常唱的吧 對 還是會唱 但不會每一場 對 但以後會努力多唱 對 但以後會努力多唱 好 就為了轉換這個 腿力不振的情緒 趕快唱下一首歌 對 改變一下情緒 好 你要講 音音要趴開 關於Pisco的小祕密 就是 他們表演的時候 每個團員都戴耳機耶 都在鼓掌 啊 好爛喔 好 下首歌就是剛剛說的很多的黑地人 拜拜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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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